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贺练成到这儿来给我透露 他最近北莫国皇子交往盛名 据他所说 北莫国皇子 好像要静静面见圣上 一般来说 都可以外交使节前来通报才是 可据他所说 好像是要来联姻的 怎么啦 认识啊 来了 看错了 不认识 走 虚儿 虚儿 给我拿酒 这位客官 您喝多了 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我有的是钱 给我拿酒 好好好 仗势欺人 这位大爷 对不起 对不起 居然敢打翻我的酒 找死 我该减肥了吗 真扫兴 真扫兴 敬见 贺舍拜见颜国陛下 你就是北莫国的皇子 朕是 父皇久仰圣言 一直盼望得赌尊柔 只是难以成行 所以请孩儿代为瞻仰 贺舍啊 你前来一步 让朕好好看看 赵公公 赐酒 谢皇上赐酒 不满圣上 其实我这次来 还有一个愿望 哦 有何愿望 尽管说来 只要朕能满足你 一定不吝啬 此番前来 便是想给我北莫王国 寻找一未来的皇后 还望皇上成全 好啊 好啊 两国联姻 以后就亲如一家人了 朕答应你 赫舍替大漠百姓感谢圣上 不知怎么回事儿 我总是隐隐觉得 那个北莫皇子来联姻一试 没那么简单 我也有同感 这北莫皇子 嚣张跋扈 来者不善 不免使人怀疑 薛儿你说 这事儿 会不会和贺连臣有关 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不过 我们还是得小心地方 让开 我要见王爷 云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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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进去 云小姐 王爷王妃已经歇息了 你不能进去 不知道我是谁吗 你放心 我不会和这儿容人计较的 我就是王妃 是你们的主子 还不快跪下 我们只听 王爷和王妃的话 你 入手 冷离 你想要干什么 我倒想问问你想干什么 一个魏国门的侧妃 大半夜在我燕王府里大吵大闹 不要以为你是燕王府 就可以仗势欺人了 我可是皇上和贵妃清点 嫁到燕王府的 怎么也不能受了你冷离的欺负了吧 再说了 这里是燕王府 自然可是燕王说了算 送客 那就按燕王的意思吧 燕王 盐小姐 请 请吧 不知贺手王子 终于哪位美人做你的王妃啊 那自然得是容貌出众 姿色过人才行啊 当然也得是出自有权势的名门贵族 嗯 有了燕国势力的加持 日后 也好祝我争夺皇位啊 赫舍兄真是深谋远虑啊 哎 过奖过奖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赫舍王子 明神见过赫舍王子 赫舍也见过你 赫舍兄 老弟 这位 是本王的爱妃 云璇 原来是我的弟妹玄璇啊 我弟真是有福气啊 陈 我有些身体不适 先行告退啊 我 我这高 高退 嘿嘿 老弟啊 你是真有艳福啊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敬礼 陛下 这满意之邦 竟然不顾人伦岗长 跟您求去选啊 这简直是不把我大爷国 放在眼里啊 陛下 不要再说啊 这件事情 涉及到我大爷国和北莫国 两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朕还需深思熟虑 从长建议啊 父皇 还请为晨曦做主啊 父皇 死世界就要由儿臣去处理 喝水 来 老兵 来 坐 投你个贺蛇 朱玉打到本王头上 竟敢公然向皇上 索取我的王妃 就本王的颜免至于贺殿 我说贺连成三皇子 此番行李过脑子了吗 遇成大使者 区区一个女人算什么 你看看我啊 我在乎女人吗 我劝你还是以大局为主 我好自为之 谢谢你自己 你 何舍 现在容忍你 不过是因为你这枚妻子还有用而已 等我登上皇位 你北莫国 一定会被我踏平 到时候看你怎么嚣张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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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三王妃 让贺尘给掳走了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